进驻南沙六岛礁,1988年中国海军最后一次,也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实战。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兼海洋学委员会第14次会议通过的全球海平面联策计划,南沙观测战略属中国名下,给了中国光明正大,插足南沙的良机。 当然,国际关系从来都是用实力来说话,关键时刻还是需要拳头发言。 中国海军集中南海舰队,东海舰队两大舰队主力,已由此以来最豪华阵容亮相南沙,进行了中国海军最后一次,也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实战。 当然也是中国海军自建军以来第一次告别小艇打大舰的悲壮,在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海战。 一战工程,战后中国强势进驻南沙,永蜀礁,华阳礁,东门礁,美济礁,主臂礁,赤瓜礁。 中国在南沙终于有了立足之地,这才有了今天的鬼斧神功。 可以说,没有1988年以联合国名义进驻南沙,今天的南沙形势会是何等模样,可能中国会永远失去南沙。 以联合国名义,进驻南沙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兼海洋学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 相对于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等会议,政府兼海洋学委员会并不起眼,各国大多派出级别不高的技术官员参加。 而中国却出人意料,那由国家海洋局局长盐红摩亲自率团参会,在许多人看来,尽管中国是学会的执行理事国,也没有必要如此大动尴尬,放在现代恐怕会给盐红摩扣上一顶公款出国旅游的帽子。 不过,盐红摩却有必须出席的必要,这次会议将商讨全球海平面连策计划,在二百个观测站中,列入中国主权范围内的有五个,其中三个沿海站,一个西沙站已建成,最后一个南沙站需新建。 此时西沙已经全部由中国控制,南沙中国一个立足点都没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占据了大量岛礁,以联合国的名义,进驻南沙获取立足点,可谓天赐良机。 此时菲律宾代表团团长,担任本届海委会主席,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也派代表团出席,中国是抱着打应仗的准备参加大会的,出人意料的是,方案表决时全票通过,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并未提出异议。 袁洪博回国后,在向中国国务院汇报的同时,还第一时间与时任海军司令员的刘华清会灭,这一消息令刘华清一场欣喜,作为一位老海军,自1982年就任海军司令员,以来就对南沙与己关注,派遣海军舰之定时巡航南沙,测量水文,再详细查清了越南、菲律宾等国, 抢却战南沙岛交后,还曾向中央军委建议,去南沙交滩降高脚屋,立足占领,表明我的南沙的存在。 1986年初,在部署年度战备训练计划时,就明确要求南海舰队,将工作重心转移的海战区,积极做好维护南沙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军事斗争准备。 此时的中国海军尤其是南海舰队,已非无暇阿盟,1974年西沙海战时,小艇打大舰的无奈,与悲壮再也不会出现。 1960年代广州黄浦造船厂,建造的四艘火炮护卫舰东川,下官,南冲,开车,在70年代就因小问题,不断除南冲舰外未能参加西沙海战。 此时经过修理,老丹一撞,70年代研制的053H型导弹护卫舰14艘全部服役,其中四艘归南海舰队,其改进行053H1级导弹护卫舰10艘,至海战前已有9艘服役。 70年代研制的051级导弹驱逐舰至战前也有17艘服役,中国对南海沿岸各国在海军力量上具有了压倒性优势。 作为南沙作战主力的两型导弹护卫舰,标准排水量在1400吨左右,不但配有两座100毫米双管主炮,四座37毫米双管舰炮, 还配有两座双连装上游依反舰导弹,射程90公里,为了更加保险,东海舰队还奉命派舰艇编队南下支援。 当然,南海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中国与周边各国的问题,众多与外大国介入其中,冷战时期,在南海东西两端,越南金南湾,菲律宾苏比克湾, 分别驻扎着苏联与美国舰队。 万幸的是,此时中国与美国正处于蜜月期,而苏联国内矛盾重重自顾不暇,对中国进驻南沙双方最多也就是口头谴责心头默许。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联合国海平面观测计划,就为中国提供了这场东风,海军豪华阵容巡航探路。 1987年4月23日,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向南海舰队司令员陈明山下达关于做好舰船去南沙海域巡逻战备工作的指示。 国家海洋局也令南海分局,派遣向阳洪武号海洋科学考察船赴南沙海域进行岛礁勘测调查。 在此之前的4月10日,中国科学院的南沙海域科学考察队,已经分成实验二号地球物理勘探船和实验三号综合科学考察船,先锡从广州新州码头起航。 这支由159名专家和船员组成的大型科考队,将在南沙实地勘察40天以上,完成十多个站点的综合考察。 5月9日,南海舰队参谋长李树文率领一支由一艘导弹驱逐舰,五艘导弹护卫舰,四艘补给保战船组成的舰艇编队,由战江启航,执行南沙战备巡逻任务,作为科考船的后盾。 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组成大型战斗舰艇编队巡逻南沙,也是中国海军第一次以如此豪华的阵容在南沙展示武力,宣示主权。 据李树文回忆,在巡航时有的国家心中有鬼,其海军舰艇看到中国军舰编队就远远夺态,也有装傻冲愣,无力纠缠的。 在巡航曾母暗杀时,某邻国护卫舰公然叫板,发灯光信号询问中方编队是哪国军舰,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方又问到这儿干什么,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曾母暗杀在中国传统海江县之内,中国舰艇编队到这儿巡航天经地义。 经过考察,中国将南沙观测战选至永属郊,该郊位于南沙群岛中部,南海中央航线与南华水稻交汇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掌控南沙的枢纽。 抢交,用拳头说话,1988年1月中旬,刚在北京开完会返回广州基地的李树文,正准备以忙里偷闲,在广州各部队转爽,就被舰队司令员陈明山堵住了。 永属郊观测战即将开舰,南沙形势紧张,南海舰队受命派舰艇编队前去支援,李树文当即乘机返回战江,率162南宁号导弹驱逐舰,508西昌号火炮护卫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出发,在此巡航南沙。 越南得知中国正在永属郊有所动作后,1月31日派出一艘运输船,一艘武装于船搭载建筑材权和40名士兵,从西郊出发直奔永属郊,企图与中方抢交。 不过,当越南两艘舰船看到中方的军舰时,自知强行登交死路一条,就灰溜溜地撤走了。 当天,中国海军编队派水兵登上永属郊,升起了国旗,这是中国国旗第一次在南沙岛郊升起。 2月16日农历除夕,永属郊高角落落成,南托147号赋轮机长张义春雨四名水兵,奉命登交助手,成为南沙第一批守郊人。 大年初一,越军又试图抢战永属嘉义南的华阳郊,这次越南派出的是一艘布雷舰,一艘运输船,中国海军派162舰,南托147船拦截,抢先登交成功,并与越军对峙。 通过电波,华阳郊的情况实施报告到南海舰队,海军总部,中央军委,刘华清下令,该控制的岛礁都要守住,能占领的岛礁一定要站上。 当天晚上九时四十分,越南军舰登交士兵终于顶不住压力,未经请示就撤离了。 第二天越军扫雷舰,运输船再次光顾,508舰奉命拦截,这次越南人耍起了无赖,挂起操纵失灵的信号旗,向508舰支冲过来,按照国际惯例挂着操纵失灵的信号旗,引起撞船事故时不用负法律责任。 而508舰又不能首先开炮调弃战争,关键时刻,508舰也挂起操纵失灵信号旗,迎头冲上去,此时比拼的是军人的意志。 508舰与越南两艘舰船斗智斗勇,纠缠大半天,越军难以于雷池一步。 就在这一天之内,162舰极南托147船已将高脚屋建好,越军无奈撤走。 2月25日,中国海军编队开进南沙群岛中部的郑和群礁,进驻南群礁。 在中国舰艇编队登礁的同时,越南也未闲着,双方展开了抢礁竞赛。 永蜀礁周边五个岛礁就落入越南之首,对永蜀礁形成包围。 3月12日晚,正在南群礁巡逻的502舰,得到敌情通报。 越南海军两艘登陆舰,十网九张群礁西南部的赤瓜礁,企图抢礁,当即全速十网赤瓜礁。 此时,中国海军在南沙集中了。南海舰队502编队,552编队,东海舰队531编队15艘军舰,兵力充足。 531编队531,556两舰同时前往支援。 13日下午2045分,502舰率先抵达,1713艘越南舰之抵达,HQ505登陆舰靠近鬼喊礁,HQ605武装运兵舰靠近熊礁,HQ605武装运兵舰靠近赤瓜礁,准备同时抢占三礁。 晚9时15分,531,556舰抵达,三舰统一由南海舰队于林基地参谋长陈伟文指挥。 望2030,502舰6名水兵登上赤瓜礁,插上国旗。 次日,越南海军登礁,中方58人与越方43人,在相距210米的礁牌上对质。 上午8时20分,中国海军接到将越军挤出胶盘的命令,在扭打中越军打响了第一枪,34海战打响。 此时,中国海军是一艘65型火炮护卫舰,502舰南冲号,一艘053K导弹护卫舰531鹰潭号,一艘053HE导弹护卫舰556相潭号。 装备有100毫米火炮11门,37毫米炮24门,8枚上游1反舰导弹,排水量均在1000吨以上。 而越军是两艘武装运兵船,一艘登陆舰。 两艘武装运兵舰排水量仅820吨,登陆舰排水量1625吨。 仅装备40毫米口径的火炮,全面处于下风,开战仅4分钟。 HQ6045装运兵船,被502舰多次击中起火,8分钟后沉没,随后502舰与531舰一同攻击HQ505登陆舰,很快船上火炮全部被摧毁,被迫在鬼喊叫抢他搭浅。 与此同时,566舰也向HQ6045装运兵船进攻,该船很快起火清洗,556舰停止炮击。 当晚HQ605沉没,此战中国海军大获全胜,击沉两艘,重创一艘越军舰指,俘虏四十多人。 Nía Diamis Diamis